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记录台湾 刚才我们看到的原住民朋友 他是玩音乐的农夫 接着我们要带您认识的这一位 他曾被选为原住民厨神 还是严长寿先生眼中的一位奇才 他叫做陈耀忠 在台东长丁做原住民创意料理 他可以把大海和山里的野味全部都入菜 还用漂流木跟树叶当做晚弹 自称跟海龙王很熟的这位 阿美族主厨陈耀忠 手里正挑着是早晨刚刚上岸的利罗 形状像斗笠还有这个螺旋状的绒螺 它的口感是脆甜脆 对 吃了之后 这个感想不便多说 对 会有点自以为是的感觉 尤其是摄影师吃了 我跟妳讲那个摄影机可能会直接掉下来 水煮过后 新鲜的螺肉搭配其余生鱼片以及火灰海蛋 边上海景边品尝着充满大海滋味 实在享受 爸爸进来江湖把摄影口把它封住 请把它挂起来 身心不爱受控制的陈耀忠也反映在他的料理上面 你怎么知道我去偷摘叶子啊 你速度有太快了吧 得手摘的叶子卷一卷打个结 摆上刚烤好的大明虾就是很有特色的盘式 东海岸采摄到浪花蟹下过油炸10秒钟 酥脆的浪花蟹撒点胡椒 盐巴用竹签串起来 摆在木头做的盘子上 充满着原住民奴奴的野性风格 我们的七米大概有三分剂都是用木盘的 不是漂流吗 因为我们买不起很好的盘子 所以我们只能用木头盘的木盘子 买不起只是玩笑话 形状大小不易的木盘 让陈耀忠可以更尽情挥洒 我们在摆在花蟹学的 什么 自然界 自然界界学的 对 灵感从哪边来的 大自然啊 你怎么知道什么要配什么 那个 哪个要配哪个 因为哪知道 反正头脑就不干净啊 大贝壳里面装着酸酸辣辣的凉拌鱼皮 搭配月桃叶做装饰 这一道生鱼片拼盘 就像是变成了一幅画 随手撕下的叶子 往盘石上面一摆 刚刚烤好的鲁鱼放上来 视觉上更多了一份美味 就连竹筍的外皮 也可以拿来当晚 而绿叶包裹着养生紫米饭团 赏心悦目 就连小朋友都吃得津津有味 好不好吃 好吃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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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随便拿刺窗好不好 好 好 好吃啊 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香料之一 它的旋名叫赤葱 它的别名叫赤窗 为什么叫赤窗 是因为原住民的发音跟汉语 它的发音有所不同 所以请不要怪我们 那也是要怪你们 谁叫你们要发你 叫赤葱这个名字 私底下很搞笑的陈耀忠 素菜看似随性 却很有自我风格 料理有法式 也有怀石影子 小巧的野生苦瓜 紫山药蛋卷 以及滑嫩的海菜隔离蒸蛋 跟一般印象中绣不短话的原住民餐很不一样 也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